莫莫儿主动打开门锁帮奶爸开门 眼前这位奶爸正是为萌兰砍竹子被罚的河奶爸 也是在基地照顾萌兰最久最低调的奶爸 河奶爸非常了解萌兰 才刚接手萌兰不久叫萌兰回家吃饭 萌兰闻声却动作迟缓 河奶爸一眼就瞧出是萌兰的腿发麻了 萌兰儿腿又麻又想赶紧奔赴奶爸 又乖又可爱 后来萌兰生病下巴肿吃不下也睡不着 河奶爸就利用休息时间为萌兰砍他喜欢吃的竹子 漫长的生病期间都是河奶爸在公身照顾萌兰 饱受疼痛折磨的萌兰 幸得河奶爸的照顾才病育 两岁生日时河奶爸为萌兰儿亲手准备了生日蛋糕 站在窗口张望的眼神像极了老父亲 纳慧儿基地没有玩具 萌兰也是捡到一块石头就能开心半天 河奶爸便用废弃的PVC管子给萌兰做了熊生第一个玩具 萌兰喜欢的爱不释手 这也被粉丝们称之为管飞 北洞里奶爸来基地接萌兰 河奶爸一直向他夸萌萌儿多乖多聪明 像一位骄傲的老父亲 也希望新奶爸也能喜欢萌兰 在离开的前一天 河奶爸特意把萌兰洗得白得发亮 他亲自把萌兰送上车 认真检查仔细加固 萌萌儿不知道要做什么 只是和奶爸人在哪 他就往哪凑 和奶爸亲自关好了车门 目送萌兰离去 大老爷们不知道说什么 只是让萌兰把管飞一起带去了北京 于是承载和奶爸心意的管飞 就在萌兰的新家里 陪着萌萌儿走过了春夏秋冬 就像当初老父亲一样 在一旁默默见证萌兰的成长与开心 爱意无声 却震耳欲聋 我们从这样中复化 Defense 我们从这样中复化 hat 离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